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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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我們所建立的 地震預警與結構安全監測系統 那這套系統呢 就是對大家的地震防災呢 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那首先我們講說地震預警系統 那地震預警系統 那地震預警系統就是我們可以幫你們家裡裝一套系統 那它可以在你沒有覺得有地震的時候 跟你講說等一下會有地震 但是可能只有十幾秒地震就來了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很多的聯動 譬如說我們在黑夜裡就幫你把燈打開 我們幫你把門打開你不會卡在裡面 幫你把電機停下來 幫你把瓦斯關掉 這樣你只要依照我們的指示說 你躲到安全的區域就是亮光的地方就好了 這樣地震的時候你是不是大概十秒鐘 你就可以有一個安全的地方躲好 這樣你受傷的機會就變小 那除了那以外 你看這個小房子我們是介紹一個結構安全的監測系統 就是說像日本地震了以後 你會發現很多人在外面流浪 因為他不知道回到房子裡面是安全還不安全 外面如果很冷的話或下雨的話那怎麼辦呢 那如果有一套系統 地震的時候可以幫你監測 地震晚五分鐘跟你講你的房子是OK的 你可以回去上班了 還是說這個房子很危險不要回去 可以趕快給我們一個答案的話 我想對大家的後震後的應變 復原來講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這套系統就整合了地震的預警 跟結構的安全監測 以及我們跟民間的產業一起做後續的IoT的聯動控制 我們希望一般的大眾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防災的服務 謝謝